奥运第二天赛事 中华代表团暂时任务奖牌入带 不过羽球一姐带滋影 男子周天成都在单打首战直落二击败对手 开出红盘 双打寻求未免的李扬 王麒麟击败单卖对手 拿下小组赛二连胜 捉球男子单打 林云如 高承睿 以及女子单打郑宜静也都在首战拿下胜利 晋级32强 可惜的是双打林云如与陈思雨 在八强赛不敌中国好手 无缘闯进四强 另外可惜的是射箭女团项目 28号首场击退美国晋级八强 面对到强敌南韩西败 最后拿下第五名的成绩 而南韩最后决赛击败中国 完成奥运射箭女团项目的十连棒 拳击项目 女子66公斤级陈念琴 击败多名尼加对手 晋级16强赛 网球女双谢舒威 曹家一搭档 首轮直落二轻松过关 今天29号的赛事 中华代表队参赛项目 将有奖牌出炉的 包括陈奕通参加的男子顿剑赛事 射箭男团项目 汤志军 戴宇轩 林子祥首战将遇上英国 另外还有柔道女子57公斤级的 连真琳也将出赛 全力争取奖牌 实际志军 两个 anarch可能达 每一遍 追赛 molecul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